OK,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课文了 在讲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些比较实用的单词 帮大家排除课文当中的生词 好,首先第一个单词我们叫做 Apply 好,名叫什么什么 那你其实已经背过它的动词辩位了,对不对 好,那么第二个叫欢迎 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叫做Bienvenue OK 好,第三个就是您好,早上好 叫做Bonjour Bonjour 注意ON的发音应该发ON的音 Bonjour 实际上bon就是英语当中的good这个词 jour就是英语当中的day 就是一天的意思 那么法国人在问你好的时候 是不分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这两个不分上午和下午的 他们从早上开始 一到晚上傍晚太阳落山之前 都可以用Bonjour这个词来进行问号 OK,注意小声音 一定要发得非常清楚哦 否则听起来就像笨猪,对不对 好,再跟我读一遍啊 Apply Apply Bienvenue Bienvenue Bonjour Bonjour OK,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几个小的例句啊 那名叫呢叫做Apply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这个SEP也可以放到前面去 你可以读成叫做Sapply 好,那看一下它的变位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大家可不可以再背一遍呢 叫做 Je m'appelle Tu t'appelles Il s'appelle Nous nous appelons Vous vous appelez É il s'appelle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对话 叫做 Tu 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啊 取的是这个变位 叫做 Tu t'appelles 后面加上怎样 这个词就怎么称呼 叫 Tu t'appelles Comment Tu t'appelles Comment 好 也可以问您怎么称呼 那你要取的单词呢 就是 Vous的这个动词的变位 对不对 好,一起来 叫做Vous Vous 注意连读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很好 好,跟我来一遍啊 Tu t'appelles Comment Tu t'appelles Comment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好,回答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我叫什么名字 OK,好 接下来 Bienvenue 这个词呢 我们经常会用 这样一个小短语 来表示 叫做 Bienvenue A Douce S这个特殊 在此是需要发音的啊 叫 Bienvenue A Douce Bienvenue A Douce 欢迎你们大家 Douce 就是Everyone 的意思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 叫做 Bienvenue Bienvenue 英语当中的Welcome 直接用就可以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呢 是您好 刚才已经讲过了 叫做Bonjour 别人问你Bonjour 那你要回答Bonjour 同时呢 在法语当中 偶尔会在Bonjour的后面呢 加上称呼 也就是先生 女士 或者是小姐 好 大家跟我读一下啊 先生这个词 注意它是一个完全不符合发音规则的词 所以呢 大家只需要跟我读就可以了 它的音标呢 是这样子来的啊 叫做 M Sue Massure Massure OK Bonjour Massure Bonjour Massure 最后的发音呢 有一点像 下雪的雪的这个音啊 Sue Sue Bonjour Massure 您好 先生 好 您好女士叫做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ame 好 小姐这个词呢 稍微的长一些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叫做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Mademoiselle Mademoiselle OK 好 跟我一起来一遍 Bonjour Massure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Mademoiselle 好 那你的回答呢 就是Bonjour 就可以了 那么 除了单独的问Bonjour 在后面加上各种人称来问Bonjour 也可以指名道姓的来问Bonjour 比如Bonjour Monsieur Doucet 说Doucet先生你好啊 Bonjour Monsieur Doucet 也是可以的 OK 那么Bonjour表示是一天好 白天的时候可以用它 那晚上应该用什么呢 就用这个词了 因为 Jour表示天 那么这个词叫做Soire 就是晚上的意思 大家跟我读啊 Bonsoir Bonsoir 好 这两个Bonjour和Bonsoir 既分时间也分场合 比较正式的场合 才可以用Bonjour和Bonsoir来问好 那一般的比较随便的场合 或者年轻人之间 那他就会用这样一个词来问好 那么D的结尾是不发音的 叫做Salut Salut OK 别人说Salut 你好 你也要回答Salut 既可以表示你好 也可以表示再见 是一个比较万能的词 好 好问好这一章呢 我们就说完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 关于问好的几个词啊 第一个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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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sie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Monsieur Doucet Bonjour Monsieur Doucet Bonjour Monsieur Doucet 好到的晚上问 Bonsoir Bonsoir Sa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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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问您好啊 好 接下来就是英语当中的this 这这个词 这个词 法语当中读作 s s ok 好 直接发s的音就可以了 发呃的音 但是注意要法语当中的呃嘴巴 所以还要笼圆一些啊 不能跟汉语拼音当中的呃这个音雷同啊 要读成不能读成s 而要读成s s ok 很好 好 那么s呢 寓意到是这个词 也就是 être的变味 它需要省音 连起来呢 就是这样一个音叫做c c 这是 就ok 就是c 好 这是 juli 叫做c juli c juli 很简单吧 好 接下来叫做c aldo c aldo 这是 aldo 好 下面一个句子 那你注意 如果是aldo和juli 在一起的这个复数了 那大家还记得吗 at的单数叫 i le ele 复数叫 i le son i le son 所以呢 l就要变成sung这个词 那么同时呢 在此 s是不进行变化的 因为它是一个中性代词 它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变化 法语一般分阳性 中性没有几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 好 跟我读啊 单数叫做c c c juli c aldo 副数叫做sung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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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什么 sung 这是谁呢 是aldo et julie aldo et julie 好 中间这一个e e de 英语的et 它读作a的发音 a 也就是汉语评音当中的和 也就是英语当中的and 连起来呢就是a 注意哦 这个词是前连后不连 就是后面是不进行任何的连读的 好 大家给我一起读一遍啊 c'est julie c'est julie c'est aldo c'est aldo 行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男学生 我们是这样子来写这个单词的 是一个女学生呢 需要后面加一个a 表示是一个女学生 这就是阳性和阴性的名词的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是一个学生 男人呢 叫做 e le e du jang e le e du jang 注意连读 在此因为动词和宾语之间呢 它不是一个节奏组 所以可连可不连 看你的高兴了 e le e du jang 也可以读成e le t du jang 都是可以听到的 好 但是前面这个e le 是务必连的 因为在这个呃 代词和动词之间是必须连读的啊 好 第二个 他是一个学生 男他是学生 女他是学生 那你看到了 女他叫做e le 已经背过了 那既然是个女学生 所以我们就要加一个a 表示它是个音性的形式 叫做e du jang e du jang ok 原来 d呢 是在结尾是不发音的 但是加了一个a之后呢 d就不在结尾了 辅音不在结尾要发音 再跟我来一遍 男他是学生 e le e du jang e le e du jang 女他是学生 e le e du jang e le e du jang 非常好 ok 记得往下看 好 这个词呢 叫做妻子或者是女人 那么表示妻子和女人 就是一个单词哦 大家注意哦 a在两个m之间 之前呢 它是一个特殊的发音 叫做a的发音 所以连起来呢 跟我读 repetir après moi repetir after me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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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发a的音就可以了 好 说这是我的妻子 有这么几种说法哦 ok 这是你还记得刚才 其实我们学过一个单词 对不对 叫做se 那你完全可以说这个 这是我的 se 我的 叫ma 后面加上fame se ma femme se ma femme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妻子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词 不需要任何的变形和变位 出来永远都是她 也是这是的意思 它本身包含动词的意思 叫做voi si voi si 注意咬下唇啊 voi si ok voi si ma femme voi si ma femme 这是我的妻子 好 接下来 丈夫这个词呢 叫做marie marie re小声音的正唱呢 marie 好 说这是我的丈夫 依然这时候我们还是用voi si 这个词来表示 那么我的呢 注意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mon mon 好 丈夫叫做marie marie 连起来voi si mon mari voi si mon mari 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的呢 它是根据 后面名字的阴阳性和单副数 来进行变化的 后面我们会来讲 英语中就一个词叫my 后面加上名词 那是因为名词没有阴阳性的变化 在语语当中 但是法语中是有变化的 所以它会根据名词的阴阳性 形容词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好 所以叫做ma femme mon mari ma的后面加的是阳性的词 而mon的后面加的是阴性的词 ok 好 再给我来一遍 voi si ma femme voi si mon mari ok 好 那么女人呢 叫做fame 男人呢 叫做 ok 这个词你是自己可以拼读的 r在结尾不发音 r是在发语当中不发音 两个m发一个m的音 它是不要的 所以连起来叫做om om 非常好 好 那我们说 这是一个男人 ok 叫做this is a man 好 完全对应的 这是你学过了 叫做se se 一个发的是a a 你也学过了 对不对 好 男人叫做om 小心 要连读哦 连读的时候 恢复他原来的读音 呢的读音 所以这个se 前面依然要连读 听我读啊 se dan nom se dan nom 本来单个读音叫做se an om 法国人从来不会这样发音 因为原因相碰了 法国人原因相碰了就很受不了啊 所以一定要辅原辅原交替进行 要连读和连诵 连起来叫se dan nom se danom ok très bien 好 那我们这一篇呢就讲完了 大家跟我读一遍啊 妻子女人 fame fame 我的妻子 voici ma femme voici ma femme 丈夫 Marie Marie voici mon mari voici mon mari homme home se dan nom se dan nom 非常好 ok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小词我们见过了 这叫做 法国人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不大写呢 就是法国的 法语的 那么第二个大写表示是法国人 名词的形式 好 大家跟我读啊 francais francais francaise francaise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她是法国人叫做 il est francais il est francais 女她是法国人就要叫做 elle est francaise elle est francaise elle est francaise 好 这是一个法国人 叫做 sé 注意连读 连诵呢 sé d'un francais sé d'un francais 这是一个法国 女人 对不对 好 francais的后面加了 e变成francaise an的后面也加了 e变成了 注意发音都发生了改变 叫做 une une 好 所以我们叫 sé d'un francais c'est une c'est une francaise c'est une francaise OK 好 大家再跟我一起来 体会一下阴阳性的 加上 e之后的发音的变化 好 第一个 il est francais il est francais elle est francaise elle est francaise c'est un francais c'est un francais 这是一个法国 男人 对不对 好 下面就是一个 法国女人 c'est une francaise c'est une francaise Voilà très très bien 非常好 好 刚才看了法国 现在呢 我们来看意大利的 那么意大利的 或意大利人 需要读的发音 叫做 i da lian i da lian 盖住多号后面 就是它的阳性形式 它的发音呢 用音标来写是这样子的 叫做i da lian i da lian 发的是an这个音 OK 如果呢 去掉多号 双写n加r 就是意大利的 音性的形式 注意它的发音 要摘掉笔音 发音叫做n 好 跟我读啊 i da lian i da lian 非常好 好 那么 大写前面的i 就变成了意大利人 好 那就应该变成 叫做i da lian i da lian 发音是不变的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一个例句啊 i lai i da lian i lai i da lian e lai i da lian e lai i da lian e lai i da lian OK 都可以的 没问题了 好了 下面 这是一个意大利人 注意连读连诵 叫 se da ni da lian se da ni da lian se da ni da lian 务必连读 OK 好 这里 se tu na ni da lian se tu ni da lian 好 再给我来一遍 se da ni da lian se tu ni da lian se tu ni da lian OK 很好 接下来下面一个 那么这个小单词呢 叫做la bolle 叫la bolle la bolle 它位于法国的这个位置 就是不列塔尼的这个地方 地区 它是一个沿海的海滨城市 那非常有名的 关于la bolle的一个解释呢 就是它呢 是一个环形的小岛 周围会有一圈环形的沙滩 它是一个封闭型的 非常的好 上面会有各种网球场啊 高尔夫球场呢 也开发的非常的完善 是一个度假圣地 叫做la bolle la bolle OK 好 这是la bolle的那个沙滩的样子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我的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就是英语的my 法语中呢会叫做ma 我的妻子 我的妈妈 后面它只能加的是 阴性的单数名词 好 跟我读啊 ma femme 我的妈妈 恶在结尾不发音 ma mère ma mère OK 好 接下来 我的阳性的 只能叫做mon mon 后面加的是阳性单数名词 我的丈夫 mon mari mon mari 我的爸爸 mon père mon père OK 好 然后呢 是关于夫人 先生和小姐 三个词的单数和负数的一个变化 法国人会有这样一种能力 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呢 要问好 同时扫眼电梯里面的人 有几个先生 几个女人 对不对 先生呢 要选的是单数 还是负数来称呼 女人要先选的是madame 是夫人还是小姐 再看单数还是负数 他们就是这样的能力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他应该怎么读 就是叫做madame madame 好 medame medame 注意这儿的发音 他有发a的音 好 这个呢 是os的结尾是不发音的 再跟我读 madame medame 好 接下来 先生呢 叫做monsieur monsieur 先生 好 依然读做a的音 叫做monsieur monsieur 好 小姐 mademoiselle mademoiselle 副数叫做 mademoiselle mademoiselle ok 好 这是在法语当中的几个 我的 ma 加阳性的 mon 还有几个称呼 叫madame madem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onsieur bonsoir mademoiselle bonsoir mademoiselle 那你注意 你要问候的人 是单数还是负数 然后相应的选择这些名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国籍这个词 大家可以看到跟英语是会非常的相似 英语当中的名词 如果是以y结尾 在法语中 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把y换掉 然后换成 这一个小字母叫做a 就可以了 很多单词都是这样转换的 好 大家注意他的发音 首先国籍叫做na 然后这个词叫sion sion s的发音读的是s的发音 连起来就是sion 但是因为n呢 要往后面的音节化 所以呢 我们读作sion 连起来是na sion na sion na li de 特别 再给我读一遍啊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很好 好 接下来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sion 也就是num 英语的name 姓num 好 名字 也就是在姓前面的那个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小前缀呢 表示的它是在前面啊 叫prinom prinom non prinom 好 we 就是试的 we 试的有一个滑动啊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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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叫做num num 英语的num 这个词我们见过了谁 叫giy对不对 复习一下 这是谁 yes yes se qui se qui guise guise 都可以表示这是谁这句话 ok好 来跟我复习一下这一张PPT上的单词 nacionalite nacionalite non non prinom prinom we we non gui gui guise se qui guise ok ok 下面的单词呢 第一个词叫voisi 你已经见过了 就这是 voisi voila 这是 那是 那么第一个voisi 可以等于英语的this is voila 可以等于英语的this is 或者that is 都可以 ok 好 比如说 举一个句子 voisi voisi julie 这是 julie this is julie 好 比如说 那是 al do voila al do voila al do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单词呢 就讲这么多 希望大家能够课号好好复习 把它都记住哦 好